大家好 欢迎回到赤界的中国节目 有句话说啊 叫说曹操到 曹操就到 还有一句话说的是 怕来什么 偏就来什么 过去两期啊 我们分上下集 聊了大连万达和王健林 主要是因为我们观众在后台点题 说请一定要聊一聊万达 因为最近动向不对 比如说他们通过 珠海商馆的一系列交易 失去了最大股东的这样一个地位 被外资这个善未建领导的 这个太极投资联盟 给入主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 本来这是应点题而做的 但是今天早上打个电脑一则新闻 让我惊叹不已 惊叹是什么呢 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新闻敏感度 已经是超一流了 比我都要强出很多了 因为啥万达集团是真出事了 啥呢 大家知道吗 王健林只是大连的董事长 大连的二号人物 就是副董事长兼大连集团的总裁 叫丁本熙 已经失联好长时间了 丁本熙是谁 为什么这个人重要 我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也聊一聊 我通过第一手第二手的很多渠道 了解到的大连内部高管的这些风格 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丁本熙 原来是王健林的下属 话说回到20年前的某一天 王健林去万达一个新项目视察 晚上就住在了当地 负责当地这个项目的总经理 万达的总经理 是当年新入职的一个新员工 这个新员工责任性非常强 他就怕王健林晚上临时有事找 他找不着不就麻烦了吗 因为董事长找人找不着 这在大连万达内部 是天大的事情 那比你给公司亏了一个亿 还要严重 很多大连万达的这个 部门总裁级别的人 去游泳馆游泳 都得再带一个员工 在游泳池边上手里拿一个手机 一旦王健林打电话来 他能一个猛着扎出游泳池 好接王健林的电话 你要连续两次接不到 王健林的电话 你这一年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所以这些员工那是非常小心的 王健林去新项目视察的时候 这个总经理为了不让王健林找他找不着 在王健林的酒店房门外面 守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王健林知道以后 非常感动也非常震撼 这个项目总就是后来万达集团的二把手 副董事长兼总裁丁本熙 丁本熙 那为什么要聊丁本熙 主要是因为万达集团刚刚自己发布了公告 时间是星期一 18号晚上就刚刚的事情 说自从今年的9月1号起 董事会无法与非执行董事丁本熙取得联系 因此自9月1日起 其未履行非执行董事之职务 因此万达集团发展董事会当天决议召开公司股东特别大会 根据公司经修订及重列的公司细则 免去丁本熙非执行董事的这样一个职务 大家看到没 万达集团承认丁本熙失联了 当然我们看到万达的公关部第一时间想平息市场的一些揣测 他们通过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进行了辟谣 但这个票软弱无力 新加坡南河早报是怎么说的呢 说知情人士对南河早报说 对联合早报说 万达酒店本次更换董事 主要是因为丁本熙退休以后到期正常更换董事 公告说没能找到丁本人 是因为个人信息变更等客观原因造成的 不存在网络揣测的情况 而且万达内部的人士还说 目前公司已经和丁本熙取得了联系 为什么说联合早报这个辟谣柔软无力呢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 丁本熙在大连集团内部的地位 另外一个 现在是整个中国宏观经济 房地产市场 金若寒蝉之际 一根针掉下来都能砸死一头大象 在这种时候 你发公告说联系不到丁本熙了 你还想跟外姐说实际上没事 就是信息更换造成的 难道是丁本熙的手机号换了 你们找不着了吗 难道是他的在公司内部注册的地址 更换你找不着了吗 不可能吧 所以只能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丁本熙 有些异常的状况 也许是配合调查 最低也是万达集团公司内部 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内讧 导致丁本熙失联了 要结合目前这样一个大背景来看 结合我前两期节目聊的 习本人对王建林 对大连集团 这个事情 没有一个准化 底下人就更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大连万达上市的步伐 被无限期拖长 可以说上市的可能是遥遥无期 如果遥遥无期的话 我们前两期讲的这些故事 讲的这些风险 比如说他跟这些当年投资人的对赌协议 不上市你就得交罚款 最差最差 你也得把公司的控制权交出来 这种事情已经是正在进行时 而不是未来时 也不是过去时 是正在进行时 所以大连万达 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 王建林 现在也迎来了他人生中 最最最最危险的一个事件 我们再介绍一下丁本熙 丁本熙68岁 年龄确实不小了 毕业于人民大学 曾经在香港义丰集团房地产投资公司担任总经理 后来又来到了大连 大连远洋 大连丰远 都是做房地产的 再者后来就是到达了万达的核心部门 就是大连万达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等商管 对吧 所以丁本熙是王建林的做房优笔二号人物 绝对的核心之一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丁本熙就从万达集团总裁的职位上退休了 但是他还留任了公司的主席 担任非执行董事一职 那现在我们看看丁本熙在万达集团内部的一个位置 也就能某种程度上可以联想到 思绪飞扬到 现在他失联可能给公司造成的严重的影响 以及万达可能会出了什么事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揣测 那在大连万达 王建林和丁本熙是绝配 一个是大老板 一号人物 当然就是王建林 丁本熙就是一个有超强的管理能力 执行力 以及绝对不容怀疑的忠诚度 这么一个高手 那据大连万达的相关人士 接受媒体采访 以及写的一些回忆文章 说丁本熙本人成功并非诱人 他是一个极其自律 而且有上进心的经理人 大连万达有个特点 丁本熙每天吃完晚饭以后 就在公司内部思考经营 然后看书学习 雷打不动 学习一个小时 这对很多刚毕业的小年轻的 都很难 谁毕业以后打工了 工作了 还自动的每天学习一个小时 但是丁本熙就能做到 而且我上期节目跟大家讲到了 万达建立了军事化的模块化管理的模式 手机在手 天下我有 一个APP就能看到 大连万达参与管理的所有 万达商贸城 当天的现金流 当天的客流情况 基本数据一应俱全 而且持续在变化之中 为此 丁本熙管运营的老总 他甚至自学了计算机课程 在他主持搭建下的 模块管理的特点 成了万达高效执行的秘密武器 也成为其他各家房地产企业 羡慕嫉妒恨的 一个标杆 一个标杆 丁本熙当万达集团总裁 是在2009年 那也是万达最风光无限的时候 也是万达文旅的元年 当年万达集团 投资了200亿 建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至今这个度假区 丁本熙搞的这个 仍然是世界上领先的 冰雪的度假项目 他也为王健林 在2013年 以净资产860亿人民币 问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 立下了汉马功劳 当然丁本熙立下如此功劳 不拘功 2015年的时候 丁本熙被从万达总裁的职位上 提拔成了集团的副董事长 然后底下人开会的时候 就称他为丁董 丁董 丁董事长 被其严厉批评 他说万达只有一个董事长 那就是王董事长 没有什么丁董事长 你别给我来这个 丁本熙 那是见过世面 熟读中国历史的 为什么在万达经常内部 不能称丁董 那就跟当年毛主席和刘少奇 搞起来是一样的 一开始毛主席对刘少奇 还是挺尊重的 甚至有几分羡慕 为啥 他自己说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这是毛主席自己说的 但是那是战争时期 解放以后 湖南老百姓就欢迎主席回湖南的时候 就写了两个标 一个标语被老毛看了 心里特别不高兴 他写的什么呢 说我们湖南是两个主席的家乡 两个主席 一个是毛主席 另外一个就是刘少奇了 毛主席是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什么两个主席 党内只有一个主席 你们要这么弄的话 就证明那个主席 有非分之想 必须弄死而后快 这是后来刘少奇被弄死的千千万万个原因之一 但这些都在历史书上有一定的记载 所以你看人家老丁就不犯这个错 不冒这个傻 那丁本西对王健林的忠诚 以及身先士卒 非常有自律特点的 这样一个性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万达有个传统 每个早晨有个小餐厅 特别餐厅 王健林和核心层一块吃早饭 不强制 全看自愿 但是你看到没 这就是领导 给你灵活度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握了 领导说 我早上几点吃早饭 愿意来跟我聊天的都来 你敢不来吗 虽说是自愿 你能自愿不来吗 你看丁本西每天都坚持早到 王健林早上吃饭 7点20 丁本西绝对不会晚于7点10分 到达餐厅 然后他的餐厅里面提前10分钟 等着老王 后来在国际传媒界 特别是外媒进入中国圈子里面 排名最高 最牛叉的这个高群耀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 都提到了这个特别的早餐 说如果有一天早餐 王健林和丁本西都不在 他们在那个桌子上的椅子 谁都不能随便做 这是规矩 这是规矩 可见丁本西身心十足 对大连万达内部这些高管 甭管是洋高管 像Jack高这样的 还是土鳖高管 就是跟随 跟随王健林一路没法滚打的 那都是一样 在公司内部 要懂规矩 丁本西为了帮王健林实现军事化的管理 这个至起之言 也是民生在外 大连万达的会议 谁也不能迟到 更不能玩手机 曾经有一个新年VP 高级副总裁 在阅读经营会上玩手机 直接被丁本西点名轰出会场 另外他开会 事先确定几点开始几点结束 基本上都可以按时结束 而且老丁开会 没有寒暄式的开场 说大家好 春节到了 什么冬天来了 要注意保暖 没有 到点马上进入主题 来了就是讲数据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同时他还会随机提问 据说有一次审地产项目预算 他听了不到一分钟 就拿起激光笔 点自己眼前的laptop 说这个数据 到这个区域 再点开具体项目 对照当年市场行情 去年的销售业绩 当年的开工情况 直接说你这个数字有问题 相机给我查 查完了 当天给我汇报 所以开老丁的会 不是开会 那就是过堂 那就是受审 所有人开他的会 都跟结婚典礼那天差不多 都穿着西装逼挺 提前一天得睡好觉 锻炼身体 头发打下摩斯 戴上领带 因为太严酷了 太严酷了 每一秒都在火上烤的感觉 这也是高群耀 在回忆自己作为一个洋稿管 喝过羊毛水 当年人家是新闻集团的中国手带 那也是见过大市面的 收购过传奇影业这些 负责高群耀当时是负责 大连万达的影视产业 那么丁本系本人开会发言和预定的时间出入 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 但是他一天一上午就能开十多个会 这里面最有趣的 我看高群耀的回忆录 是每个星期一的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丁本系会和公司的核心层开总裁办公会 总裁办公会 王建林是不来的 大家知道吗 在大连万达内部 这个层级之多 你不可想象 就连高群耀这样牛叉的人 他都没有资格跟王建林直接汇报工作 他可能跟丁本系汇报工作都有点悬 但是开会他是可以开的 比如说一场八点半的例会 你八点三十一分到 就是迟到了 因为在大连万达内部 不是说八点半开会 八点半之前到 你就可以 你一定要比老板早到才叫按时到 你比老板晚到就是迟到 当然了 这些搞的大连万达内部这些高管 无所适从 因为有的老板习惯不一样 有的喜欢提前五分钟来 有提前十分钟的 还有老板自己对要 自己要求特别高 提前十五分钟到的 你就得把握好 什么老板开会 你几点来 为了安全 不会迟到 你最好提前半小时来 这样的话才不会比老板晚到 如果老板看到你晚到 你这个月就完蛋了 其中高群要提到他参加的 在万达集团参加的第一场会议 让他自己就目瞪口呆 这里面就和丁本熙本人有关 因为大连万达内部这种总裁办公会的座次 是精心安排的 其复杂专业程度 不次于中央开全会 不同的总裁级别座位不同 谁比谁早进公司一天 都能反映在座次上 所以天长日角 这一种刻意的鞭策 就是你的名牌 往前摆 多摆了一个位置 就证明有人滚蛋了 或者有人提拔了 你又有机会往前 多挪一个位置了 像高群耀 这么牛叉的国际经理人 担任万达影视业务 事业部的总裁 进来以后开这个会 也没有人介绍 说你看就是高总来公司了 大家欢迎一下 没有 你就是来了 桌子上多张来张 多摆了一张牌子 其余的客套 一概没有 所以所有的高管在大连万达 来不欢迎走不送 来来往往没动静 这才是万达的传统 因为万达只有一个明星 那就是王健林 其余所有的人 最多只是个小星星 你不能有非分的举动 非分的这种 范儿和行为举止 都是不妥当的 都是不妥当的 另外像高群耀这种 在微软 在外企 开会 风格比较自由 外企的会 常常是畅所欲言 老板员工之间 互相开个员校 员工甚至涮一下老板 那都是完全正常的 很多时候开会 脸红脖子戳 争吵 最后有老板拍板 这是外企开会的 正常的流程 像谷歌那样的 就更不用说了 谷歌上边都可以带宠物 你想想 那个是怎么样一副 自由散漫的一个图景 万达的总裁会 没有集思广义 没有通脑风暴 没有广泛征求预见 没有民主集中制 只有yes no 主持人通常就是老丁 每一位高管都被提前通知了发言顺序 以及规定的内容 以及规定的时间 通常最重要的总裁办公会是说预算 一个月一次 100亿的年度项目 以200个工作日来计算 平天 平均你每天就得进账5000万 你当月总裁办公会 你上来就应该讲 这个月的5000万 你完成多少了 预算花了多少了 有没有出入 少的话好说 多的话 你的解释 为什么预算出入这么大 如果没有达标 老丁就开始发话了 但老丁发话 跟中央领导见我一样 领导就会说 你需要我怎么支持你 我在这句话 老板或者领导 轻喵喵 轻喵淡写的说一句 那底下听的人 就跟火烤一样 丁本希就会问底下这些高管 你需要什么支持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你需要如何才能立项 哎呦 高群耀说 每一位事业部的总裁 都承受着巨大的煎熬 就像在火摊上 烤那个韩国烧烤一样 不是开会 这就是过堂 而且会上后面 还有两个记录员 每一位总裁的发言 都记录在案 这就是将来的成堂证供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你为什么没有完成 所以大连万达这些总裁 没有人愿意一对一的 和文建林和丁本希开会 通常都会在会上 都是保证 说下次总裁会 我一定把问题解决 这5000万 我至少进账4500万 不让丁总操心 这样才是大连万达 内部的一个真正的风格 所以通过我介绍老丁 老王 前两期介绍老王 大家知道万达能成为万达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军事化的管理 巨大的压力 执行力超过一切 事实上在很多的公司里面 很多的业务里面 执行力的超强 能够弥补战略 决策上的一些不足 我相信我们有企业运营经验的一些听众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如果一个公司做决策 做战略的牛逼 底下做执行力的牛逼 那是恰逢其事 那是天作之和 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很多情况下是老板的决策 未必这么招调 但是团队特别强 就能弥补这方面的一个缺憾 那帝然起到了老丁 提到了万达的管理风格 今天我也多聊一个 万达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型 从只做房地产 向一个综合性的集团转型 比如说大连影视 搞文旅 这些他的管理风格实际上也在改变 比如说在高群耀的会议录里面 他就提到 你看高群耀帮万达收购了很多国际的企业 你看在美国到处都是的影院 联盟AMC到处都是 这些都是王健林的下属 甚至都是高群耀的下属 然后这些外企的高管来中国开年会的时候 就奇葩了 他们不习惯中国的年会 中国年会什么 西装鼻挺都坐底下 听王健林训话 然后成年完以后要搞团建 去寺院寺庙 搞各种文化建设 老外不习惯 你看AMC的总裁叫Jerry López 他就辞职了 他辞职的时候 跟高群耀说的原因 就是我不适应参加万达的年会 你看这些老美 大老远飞过太平洋 到中国参加年会 听王健林训话 配上翻译是吧 听完以后还得参加万达年会 得集体旅游 一车一车的人拉着 他得跟着到处旅游 还得看那些寺庙什么的 他不习惯 他不习惯 但大连今天内部 为了适应这帮洋高管 实际上也是做出了一些努力 因为在高群耀的极力坚持下 到后来对这帮外企 这些老外 洋人的这些高管 就有点例外 就是说 开会你还得开 戴着胸牌 穿着西装 等王健林做年度报告 下午分足讨论 王健林偶尔会跟他们巡视一番 偶尔发言 但是这个结束以后 参观寺庙旅游之类的 外国人就不参加了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特点 自己的喜好 却选择自己的活动 一开始万达不同意 说你老外就特殊吗 你都是我收购的企业 你们应该知道谁是老板 只要王健林讲话 谁都不扔走 到后来还是得到了 王健林丁本熙的许可 就是程序化 对老美这帮人不要特别严 要做一些根据文化特点 一些稍需的调整 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 聊丁本熙的特点 大连内部管理的特点 可见丁本熙在大连集团内部 那是绝对是最重要的 之一除了王健林就是他 他有半年没联系上 而且公司发了公告 能用个人信息变更能解释吗 这里面的问题可能非常大 非常大 最可能的就是大连公司 这些年在大背景和小背景的 煎熬之下必须转型 原来的实体业务必须剥离 重资产的必须剥离 大连商管的这个业绩要求就非常高 作为有69岁高龄的这个丁本熙 可能撑不住了 或者就是把自己的职位 让给了更年富力强的一代新人 事实上大连万达集团 这个商管部门的这个老板 已经换了 丁本熙已经不在第一线了 但作为他来讲 半年联系不上 失联了 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爆炸性的行为 这里面给大连集团内部 也折射出他面临的巨大的风险 那事实上 王简林本人啊 某一段时间失联 这在国内的房地产界 大家也都知道 曾经失联过 也一种说法呢 是他全家 曾坐私人飞机 去英国度假的时候 在首都机场就被拦下来了 限制出境 这些传言啊 也都有 所以啊 现在这样一个将近年关的时候啊 大连万达能不能凤凰涅槃 甚至说啊 凤凰涅槃都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能不能跨过这场危机 躲过这一劫啊 就看后面这两三个月的具体情况 比如说三中全会到底开不开啊 比如说中国对民营企业 对房地产企业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样 大家最后都在等习一句话 等习的一个眼神 可能就够了 但现在老大就是咬紧下关 不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 吉祥的兆头 所以这一年啊 是王健林他们可能过的 最艰难的一个春节 具体情况 我们也会关注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今天啊 就聊聊丁本席失联这个事啊 请大家啊 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大连万达最近这个情况 您有什么看法 精彩的部分 我们会拿出来跟大家共享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